糖尿病会遗传给下一代吗?遗传概率有多大? 糖尿病的发病有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两个方面,所以孩子会不会的糖尿病,一方面要考虑遗传,一方面要考虑生长的环境,遗传方面,父母都患两型,子女患病率可达88%,担心患病的,子女患病率50%左右。 另一方面,如果孩子从小肥胖,那么长大后患病几率是正常体型孩子的4.4倍,如果是一型糖尿病,遗传因素比二型小很多,如果父亲患一型糖尿病,孩子有5%到6%的机会患糖尿病,如果母亲患一型糖尿病,孩子患糖尿病的机会是3%到4%,不少男性糖友咨询医生,想要小孩,有影响吗? 男性糖友被孕时使用降糖药物或注射胰岛素都不会对孩子造成影响,因为在高丸中血管和精细管之间有一层防御细胞构成的血膏屏障,这层屏障可以把营养物质运送给精元细胞,同时把其他物质包括降糖药物、胰岛素等排除在外,所以被孕期服药是影响不到精细胞,也是影响不到孩子的。 换句话讲,男的的什么病都没事,只要精子没事就能要孩子,即使没病,抽烟喝酒精子不行也不行,哪些人容易得糖尿病? 上面我们讲了,影响糖尿病的除了遗传,还有环境因素,遗传是无法改变的,但环境是可以认为改变的。 高危人群通过生活行为改变,可以明显降低糖尿病发生率,我们先看看哪些是高危人群,就,是比较容易得糖尿病的人群。 一,年龄大于40岁二,有糖尿病前期空腹血糖调节受损或糖耐量以偿病史。 三,有妊娠期糖尿病或巨大而生产时,孩子出生体重大于等于4000克,四超重,肥胖,体重指数BMI大于等于24000克m2,男性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,女性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。 五,静坐生活方式六,一级亲属有两型糖尿病家族时,七,高血压高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拱柱,低压大于等于90毫米拱柱,或服用降压药八高脂血症九,有内部纯糖皮质激素,性糖尿病患者时,多囊卵巢综合症患者时,以有严重精神病和或长期接受抗抑郁症治疗的患者怕遗传,怕得糖,怎么办? 健康饮食,学会吃,吃得好,血糖好,还能防止胰岛超负荷工作而类垮规律运动,消耗能量,燃烧多余脂肪起居作息规律,早睡早起,保证每天7到8小时睡眠缓解工作,生活,学习压力,保持心情愉快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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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